在这所监狱里关押着一个十分危险的罪犯 他的手铐都是使用世界上最坚硬的材质定制 他身上的纹身代表他是监狱霸主 看到的人都吓得出一身冷汗 他就是巨石强僧 十年的牢狱之灾他结仇无数 但是他们也只能说说嘴皮子 因为强僧靠着强硬的手段 那些单敢惹怒他的人几乎下场都很惨 今天是强僧停满释放的一天 他一直都在等这一刻 因为他终于可以开始复仇了 十年前强僧和哥哥以及两名同伙抢劫了一家银行 在躲开警察的追捕回到基地准备分钱时 另一伙歹徒突然破门而入 不仅抢走了所有的钱 还当着强僧的面把哥哥踩人的杀害 他快步的跑出了金鱼大门 找到了事先让你准备好的跑车 看了一眼瞅间的资料 从座位下掏出了一把左轮手枪 然后一脚由门踩到底直奔窗人而去 不久之后 他走进了一家公司 找到资料上的眼镜男 毫不犹豫的掏枪射击 解决完第一个仇人之后 强僧来到了一家私人侦探会所 之前的资料就是他们提供的 强僧现在来购买剩余仇人的信息 但现在私人侦探却坐地起价 还让自己的保镖威胁强僧 结果保镖看到强僧的纹身瞬间吓尿了 因为蹲过监狱的人都明白 那是打遍监狱的强者后 才能被纹上的纪念章 保镖连忙给强僧道谢 然后落晃而逃 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侦探只能把资料双手奉上 一分钱都不敢收了 与此同时 杀手肖恩接到了一通神秘电话 有人要雇佣他去杀一个人 而目标正是强僧 看来强僧的复仇计划已经被仇家发现 其实肖恩还有一个身份 就是千万富豪 因为童年的一些不愉快的经历 让他更喜欢追求刺激的生活 他做杀手从来都不是为了钱 他取出各种各样的武器 装进了箱子 然后根据客户的情报来到了一处住宅区蹲守 这个老头就是强僧的下一个目标 别看他表面不堪一击 其实是一个十足的变态 他会把单纯女孩拼到家中 然后在水中下东西 关键时刻强僧破门而入 老头看到了强僧的样貌 吓得呆在原地 等反应过来 他试图拿起剪刀反抗 却被强僧一枪打成了手掌 老头挨求强僧放自己一马 能力都没有 解决完老头后 强僧准备离开 小恩则悄悄的出现在了身后 就在他要偷袭时 一个女孩走出来挡在了强僧的后面 突发的状况让小恩有些犹豫 强僧则瞬间的把女孩推进了屋内 两人打的面是有来有回不攻上下 一轮激烈的交锋之后 强僧并没有做太多的纠缠 而是选择了迅速脱身 因为还有更重要的等待他去完成 接连两个人被干掉 终于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通过对监控录向的调查 警方查到强僧的身份 当年哥哥被杀后 强僧也被一枪打中了头部 本来医生已经宣布了他的死亡 但他却奇迹般的活了过来 警方做出了推断 这两次枪杀人件仅仅只是复仇的开始 夜晚强僧出现在了一家酒吧门口 他下一个复仇的目标就在这里 卫生间的老黑正在洗手 强僧缓缓的出现在他的身后 看着这个仇人 他的恨意瞬间涌上了心头 十年前残忍干掉哥哥的正是老黑 他看着强僧非常的淡定 看来今天只有一个人能活着离开 两人面对面的拉开了架势 战斗在这一瞬间打响 一命搏命 两人不相上下 但强僧在监狱里面待了十年 打遍天下无敌手 没过几招 强僧就找到了机会 手中的尖刀连续刺出 肆意的宣泄着心中的恨意 倒在地上的老黑明白大势已去 他请求强僧放过自己的家人 毕竟自己也是拿钱办事 背后的主谋另有其人 说完他缓缓的闭上了眼睛 解决掉了老黑 强僧继续上路 还有一个仇人在等着他 第二天清晨 电台里面播放了一则新闻 由来老黑并没有死透 现在被送去了医院抢救 强僧立刻猛打方向 一个完美的飘移向着医院开去 另一边 警方得到了这个消息 警长猜测 强僧一定会再来复仇 最早早的来到了医院蹲守 而肖恩那一边也收到了情报 他通过卫星定位 很快锁定了医院的位置 强僧赶到医院后 经过仔细的搜索 他看到了正在抢救的老黑 直接进去干掉了他 警长听到动静赶来了手术室 可强僧早已逃之夭夭 根据护士的指引 警长连忙追了过去 强僧果然没有走多远 他从背后开枪休息 强僧瞬间反应过来之后 开始反击 强僧一枪打爆了电箱 让警察丢失视野的同时 自己也趁机更换了子弹 警长摸黑前进 就在他以为强僧已经离开时 一把枪突然顶在了他的头上 警长只能缓缓的跪下 在这个过程中 强僧看到了他妖精的警徽 他并不想滥杀无辜 所以在警长闭眼等待死亡时 他选择悄悄离开 他没有走多远 就发现有人跟踪 而那人正是肖恩 一脚油门踩到底 车数瞬间飙升 而肖恩的车技也不是盖的 两人在公路上速度与激情 生死追逐就此拉开 忽然强僧看到了旁边的货车 为了甩开杀手 他心生一技 他直接让货车变道 肖恩只能被逼停 一转头 强僧已经将他瞄准 由于不想随便杀人 强僧只是打爆了肖恩的车胎 可肖恩这个人却不讲武德 竟然偷枪打中了强僧的脖颈 不过还好只是擦手 强僧不想再继续纠 驾车快速逃离 他来到了母亲的家中 母亲给他包扎了伤口 他来这儿还有一个目的 就是找自己的父亲 强僧怀疑父亲才是幕后的黑手 当初抢银行的时候 父亲也想分一杯羹 可是哥哥没有同意 但是母亲告诉他 这根本不可能 父亲几年前就已经去世 他虽然一直看不上强僧 但他还是很爱哥哥的 小时候父亲经常会打骂强僧 但哥哥一直在保护他 维护他 这也是为什么强僧拼命的 为哥哥复仇的原因 因为只有哥哥是真心关心他的人 第二天 他带上了哥哥的骨灰 继续踏上了复仇之路 他开车来到了一个不道院 这里有他的最后一个目标 牧师正在台上慷慨激昂的演讲 突然他发现强僧走了进来 脸上的表情瞬间凝固 十年前 他只是负责忘疯的 他从来没有想过杀人 参与那一次行动呢 也只是受人所迫 这些年 他的内心饱受折磨 所以他选择金盆洗手成为了一名牧师 他看到了电视上的新闻 知道了强僧一定会来找自己 所以他早就做好了被杀的准备 牧师恳求得到强僧的原谅 希望可以用自己的死来消除他心中的仇恨 强僧举起手枪对准他的脑袋 最终他还是没有下的去手 因为牧师是唯一一个有悔过之意 也是唯一一个阻止同伙行凶的人 回到了步道所里 强僧拿出了和哥哥的合影 他有些茅然和伤感 渐渐的他的内心也释怀了 忽然 一把枪顶在了强僧的头上 来人竟是杀手萧恩 他看着强僧的复仇名单 竟然开口嘲笑 说他还有一个人没有算进去 就是雇佣自己的幕后黑手 但是现在你没有机会了 就在萧恩要动手时 警长突然出现 在他的威胁下 萧恩放下了手中的枪 但是下一秒 他打向了强僧 原来警长才是幕后黑手 除了警长的身份 他还是一名瘾君子 十年前他通过信任 得到了抢劫的消息 但他并没有选择上报 而是选择黑之黑 一切都计划得非常完美 唯一的意外就是 强僧没有死 而且出狱后 开始了疯狂的报复 于是警察隐藏身份 雇佣了萧恩 但萧恩多次爱杀失败 他只能亲自动手 看到强僧没有了动静 警长和萧恩走出了步道所 心头大患已经解决 警察给家人打了个电话 兴奋的表示今晚要吃的好的 可就在这时 一声枪响请他吃盒饭 警长难以置信的看着强僧 原来他头上的钢膀 替他挡下了那颗子弹 强僧再次缓缓的举起枪 扣动扳机彻底把他送走 这一次 强僧终于完成了所有的复仇 电影急速复仇到此结束 记得点击订阅加小铃铛 我是冰糖 下期视频见 拜拜